請次長 好請次長 立委員你好 我就簡單啦 其實我們這個成立港務公司 就剛剛次長也一直一直在再三地強調 就是政務的分離 然後提升他的效率 我想他的本意應該是正面的 那實質上就是說其實 我坐在這邊聽了一天 講真的 我聽了都很累 你們答的也很累 都很辛苦 只是就是說 以港務局 他現有的整個的一個體制裡面來講的話 就像剛剛蕭董事長所提的 每個港有每個港的特色 然後如何來統籌 如何來港務他的每個港的特色發揮出來 然後去做他的該有的賺錢事業 簡單講就是這樣 可是問題就是說 也不是單一的就是說 今天也不是甚至於 不是說我港務公司想要怎麼做 甚至於不是我交通部想要怎麼做 我的港務 我的哪一個港務的哪一個包括你基隆 台中高雄花蓮就可以怎麼做 坦白講這也不是單一的問題啦 這也牽涉到國家整體的政策的問題 這個也牽涉到我們整個的經濟發展的問題 這個全部都是配套的 就像你說剛剛有人說花蓮 那花蓮你說一定要觀光 那你觀光的話也牽涉到觀光客的問題 牽涉到政策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是整體的方向的問題啦 那這個的話究竟要如何去連結起來才是我們的重點嘛 好那大家長期在講的像高雄港 高雄港我們從以前的排名落後 可是我們的貨櫃量不是減少的 是表示人家是強大的 我們是沒有縮小可是人家是強大的 簡單講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問題是在哪個地方 我們要如何來突破這個問題 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在交通門為大家所談的問題嘛 那你包括你台中港也是一樣嘛 好那現在就是說 有幾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我們成立了港務公司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人事也沒有精簡 然後大家好像換了一個官位一樣 然後我們的資本額也是非常的龐大 我們有很龐大的資本額跟我們的英文 現在問題就是不成一個比例嘛 現在就對比不成一個對比嘛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比較擔心也比較質疑的部分嘛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包括我們的港的 像我看到一個資料裡面一樣嘛 你基隆港 剛剛我們的董事長講說是晉陽 然後還有一些類似觀光的 這樣的未來的發展 那可是現在基隆港跟台北港又怎麼區分 你現在你基隆港好像又要花六十幾億 要來整修門面 可是你台北港一直擴充出去了 那你現在基隆港一天的 遊客 一年大概四十幾萬吧 大概四十幾萬吧 路客也大概六七萬有吧 好那好了 那你跟台北港怎麼去分工 那你現在又要砸六十幾億 要來整修基隆港 那這個有沒有到他的方向跟 我談的就是這些方向而已啦 這個只是讓我們大家交通部這邊喔 我們港務局這邊大家做一個參考了好不好 好謝謝委員 好就這樣就好了 謝謝謝謝委員 楊強英委員 楊強英委員